好了看到一名呢在银行担任客服人员女子 他之前接到一名灵性男子来电 说是要问信用卡年费问题 结果这个客服人员呢非常有礼貌的回他说不好意思 没想这男子居然要他付出代价 威胁他说了许多是充满性暗示的话 而且性骚扰长达138分钟 客服人员提告获得精神抚慰金9万块钱 但是这男子反控他 反控银行跟客服泄露他的个人资料 不过最后法院还是判决证明男子败诉 林姓男子打电话询问信用卡年费问题 客服有礼貌的回应说不好意思 没想到男子居然要他重复上厕所脱裤子等等 充满性暗示的话 骚扰时间长达138分钟 客服提告法院判林姓男子必须赔偿9万元精神抚慰金 但男子却反控对方泄露个资 不过北约认定这是女子的诉讼权 再判林姓男子败诉 有什么事吗?对不起我不知道 不要打扰人家 好不好